各位朋友TGIF9月29号礼拜五 大家都健康平安 今天是我们华人的中秋节 应该还有一些东南亚的都过 反正这一天是月亮特别大 小的时候中秋节的话 我们在台湾都要吃文旦 文旦在台湾是麻豆的特别好 那我说的都三四十年以前了 不要现在是怎么过 那台湾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不要来一点 大家开始烤肉 中秋节一大堆烤肉 实际上对环境是很不好的 可是而且以前没有这样子的节目 我是够连长的都看过这个 那最近三四十年都是中秋节烤肉 这个大家都忙 不管怎么样了 这个也是一个结分 这个看到月亮那么圆 你感觉到家庭要团圆 朋友要和好这些东西 可是在美国 希望他们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政坛非常有很多 没有准犯的一个争吵 就是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就是搞政治 因为民主政治这种选举的弊病 越来越多 以前靠大家 一般人也不太重视 就是反正尤其是美国 因为每一个人都过得还不错 他是工人 大家都知道 也可以保障 可是最近几年 第一个工作慢慢少了 就是到那些低工资的国家 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他自己互相 为了争取选民 都用了很多攻击 因为人就是要爽 那现在的目前的争吵 就是 而且是共和党自己内部的比较多 因为你看他占多数的众议员 可是他要通过预算法 都通过不了 里面有十几位极端的 这个共和党的议员 都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这个麦卡锡 是我们加州的众议员 他是一个筹款专家 听说筹了八千多万 就是每个期中选 你都可以筹那么多 就是他对外面的运筹帷幄 是不错的 至于说能力 他当选的是 九次还是十次 好几十次 终于才当选 而且他们的 共和党的议员 没有觉得 就是只有一点点 所以他们内部一反的话 就糟糕 所以这个明天是最后一天 他前几天都失败 而且他跟一些人 在私下谈 有个佛罗尔达的 他这我记得以前被攻击的 他不得了的 因为他是跟一些年轻女 女子有各种关系 各种各样的问题 结果他还是每次当选 你就不管怎么样 听说他们在密闭房间 就这个 那个位叫Gaze 就是说上座选举的时候 很多网络上 在攻击我 而且他都是说 受了你的 跟你有关系的 这个麦大基 是两波千金 就是说我哪里有时间看这个 我们要做更重要的事情 就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样 注重这个 这个还被证实 就是说 根本没有时间 搞这个 你怎么 你的精力是在这个上面 那位人很年轻 30岁 看的样子 有一点 表情是家族 听说还不 反正就跟他这样子吵 所以他们没有结果 那我昨天漏掉 昨天找了半天 只找了一两个地方 因为很难找到直播 Fox他们主持 在雷根图书馆 还是我们加州 那我以前 终于找了一些 看的片片端端 没有很有系统的看 不过里面的一个特征 就是吵架 因为抢话 抢打 尤其那位女士 那位印度裔的 Micky 他就是跟 攻击他那位 另外的 同样是印度裔的 那位私人企业家 而且呢 他们这里面 你可以知道 有些共识啊 对中国是绝对没有好感 当然 他们都 口口声是共产党中国 这方面就是说 共产党背着这个罪名 一直到现在 他对自己内部 当然是很凶 对外面 照理说是 没有那么 你们怎么美国这么好 来关心到中国人民的福祉啊 他被这些欺负 你又 就是口头的服务而已嘛 然后就讲他的抖音啊 因为那个另外一年轻人 他以前在中国有开公司 他现在也用抖音 哇 就被这个 Licky啊 攻击的说 他好像讲了一个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漏的人 什么我跟你接触 我智商都要变笨啊 这个网络语言 公开在台上啊 然后那个Tim Scott 昨天很多地方说他 因为他的 呃 这个讲的特别多啊 就是攻击 也是一样的 他们两个好像都是同一个州的 啊 都是South Carolina 一个当州长 一个他的参议员 为了各种施政互相攻击啊 那个那个那个Tim Scott 他的优点当着黑人啊 而且他是共和党的这种稀有动物 那Licky当然也是少数族裔 又是女性啊 而且当了很多要职 那Tim Scott是没有当过这个行政主管的 哎呀 你看他们两个这种吵 你就觉得 然后呢 其他几个呃 就是 也都 不相上下嘛 当了那个Chris Christie 他是对川普还是一样 他们还是攻击川普嘛 一个就是说 他的名字可以改成呃 Donna Duck 一个说他是 a person missing啊 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人 就是m missing 就是mia 以前我就呃 在军事行动是不太好吧 那个 那个 佛罗伊达的啊 所以这几个人表现都怎么样 然后 还有一个是最 奇怪的啊 因为他们对 民主党的这些 各种教育方式 非常不赞同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一套 那Chris Christie啊 平常我对他一样好 可是他就 比例也是一样嘛 他说我们能够希望拜登做什么 他每天跟一个教室睡觉 这这个影视很露啊 可是他也居然也讲 然后那个Pence呢 他的回答好像是 非常幽默也是 他说 因为他太太也是老师 他说 我跟一个老师 这个睡了多少年啊 意思就是说 呃 怎么讲 就说 就说这个老师是无罪的了 因为他们也讲那些罢工啊 各种各样的 所以 最后还很好玩啊 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人 他是转播的 中间还有Fox说 警告他们 他有这个版权 不能够随便 不过他还继续转播 他还在上下两级的 就最后呢 突然就断了 因为他 以为还有继续 没人一个最后结论嘛 没有结论 那个主持人就说 散会啊 结束 而且那几个主持人啊 有几个当元怪 大概是墨西哥人 英文跟我们一样 有点口音 不是 也没有那么难懂啊 你可以知道 呃 主要他们制止不了 他们的争吵 这是他们的大病啊 所以这是昨天的 前天的一些后续 呃 还有呢 在美国的一些 正式的一个机构吧 他们写出报告 说中国呢 正在收买这些网红 控制网红 控制资讯啊 准备 发弄 发挥它的影响力 我每次听到这个 我觉得好笑啊 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说 哎 我决定不能用抖音 你会不要怎么样的 你想想看 一种宣传可以这么深入人心啊 他当时决定有影响 可是你说他决定不能用 也是很奇怪 所以现在 他一直还存活嘛 因为他就讲说 呃 本土话嘛 都在美国了 实际上最近你看 不是有个消息吗 说一些高管要从北京 调到这边来啊 呃 各种各样的 那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 一个好像正式报告嘛 那讲那一点 共产党一向是操纵舆论 讲那一点 那些强大的国家的 很多人 你觉得很强大 他就用这个来凝聚人心啊 所以他虽然很穷 没有 没有底子 还可以强大一下啊 连希特勒也是类似的嘛 可是他后来军队 你看也是那么勇猛啊 这个把欧洲等于席卷了 这个就是 很难讲 你说俄国一样啊 他那时候 你看 华沙公约的时候 只要有任何 暴断啊 你要来推翻 他就把你给压着 而且很快啊 所以我说这是普京 大概是那种年纪 呃 经历过那种事 觉得应该也是很快 结果没想到 闹得灰头土脸啊 所以事件都在 所以事件都在变了 那宣传 那我们后来觉得 美国好像没有吧 他有反对意见 他只是50步而已啊 因为他 你可以感觉到现在 他的整个的 宇论跟什么的 在某方面 他们也是 呃 把一些东西给压到 就是这样 可是他是自动的啊 没有说以政府的 这些机关 至于说这些 报业跟政府 有没有关系 选一些对他 有利不利的消息 因为他 因为这些媒体 他选择什么 让我们的知 这个接受的资讯 就有不同啊 所以呢 我当时说 各种都要看 那有些是看到 呃 跟自己意见不同 就 头痛 那我是不会头痛的 我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好 德国他们 德国之音 常讲他们自己啊 也是一样嘛 总是自己好的 他说德国 现在是全世界留学生 最受欢迎的第三名啊 英 呃 美英 之后就德国 这个应该是 以前我们都知道 澳洲很多啊 有些 有些中国人 那边容易吗 什么的 那德国 我记得德国有个很特殊 听说他们上学是 大学是免费的啊 我这个当然也没有晓得 外籍生意要不要付 他本地生照顾啊 什么的 而且台湾也很多人是 德国留学 以前很有名的政治人物啊 目前台面上的 很多是留学德国 法国啊 所以也没有少 那时候我们大部分是到美国 到美国说好说话 最主要到时候 还是为了一个生计啊 你到德国 法国 你继续在那边 做个生意啊 做一个 找个事啊 入籍啊 可能比较懒啊 日本以前也是 很多中国留学生 我比较日本现在跟中国 很坏 而且 他一个统计 现在德国留学生 是印度人最多 所以你看啊 印度是那么多人 我以前在的时候 印度人也很多 我同学很多 印度人啊 什么的 所以 大家都攻击中国 就是讲说中国 就是讲说中国输出去 那印度这些人 他怎么样 当然那印度人被人 跟中国以前 像我们台湾嘛 大概以后就 想办法留在这边 就是说 你要说这些留学生 都是有才能 国家也培养了 花了 这个当然也是某种宣传啦 讲那点 你国家的政策 我在那边受教育 然后你就不去 为祖国效力了 你就是背叛 这个也是讲不过去啦 可是在你看 他们收纳留学生 都是有讲难听点 是有寄人 有想法 至少他做他的内行 他研究某一个 是比较专业 不是靠嘴巴吃饭的 真正能够行动 而且工作的道德都很好 我们每天八小时啊 中间病假很少请啊 各种各样的因素啊 所以你说这个移民 实际上是促成了 很多国家的这个 这个前进啊 那些另外一个 比较劳苦的 在厨房的做园丁啊 什么的 那你本国人 愿不愿意做呢 最怕就是说 他们一拿到公民身份呢 就开始躺平了 拿这些补助啊 那是后话 许家印不是这个很大吗 最近很惨吗 德国之一说 他是他想论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说 大陆人都用嘴 呃缴投票啊 什么的 他的论啊 可不一样啊 他是把资产都转移到这边 那出入啊 这个当局嘛 因为这个方法 他他成立中国的首富啊 所以就把他收押起来了啊 他他听说爸爸 这个党员九十多岁 一样的曝光了 各种各样啊 跟他的兄弟啊 因为这种有钱人 他钱到底怎么放啊 我们当然也很好奇 尤其这种这种首富级的啊 嗯 德国继续报道啊 德国人说是他们要两两个步骤 说华为慢慢 他们的四级都是华为嘛 所以要把五级的时候就不要 那问题是华为有点说 用的四级继续用比较便宜 你不用你重新开始一个设备就很贵啊 所以一直争吵不休 而且他们就说 呃一般的私人厂商他说 说这个损失谁要付 你政府要付嘛 听说是英国已经停用华为 可是很多厂商还没有得到补助啊 因为政府都说你不用 那不用我这些损失 这些差价谁付嘛 德国也是一样 而且德国那些企业好像力量比较大 有些高铁啊 各种各样的 他们后来想一个办法 就是他的天线硬体还是用他 可是软体就改变嘛 实际上也是嘛 你说呃软体的用自己 怎么能相合呢 这要当很多研究啊 好 看一个报道说 习外会啊 可能有希望 因为最近看起来很缓和 他们很多高级的都互相接触啊 总是谈谈比较好啊 这样子的 好 世界上各地的悲惨事情 还是巴基斯坦一个自杀式的爆炸 适合50多个人 就是两个这种炸弹客啊 在离日呢 虽然他们赶走法国 可是他们的自己的爆 那个 除了军事争变 还有原来就是很多叛军嘛 叛军呢 清除其他摩托车啊 什么的 跟政府军打死了12个啊 地中海呢 有个统计啊 今年已经有2500个难民啊 因为他们要到意大利啊 土地亚那边 整个的有2500个人死亡 40多万人就是到达目的地啊 有时候我们看美国啊 当然我们因为在美国嘛 他注重自己的各种死烂 什么都是应当的嘛 可是你看他就等于说 世界发生了很多悲惨的 就很少报道啊 让你审视嘛 当你有个人比较宏观的 你就不会为一个事情 把它当做怎么样 当你不会是公开反对了 因为这个总是一个灾难嘛 可是跟世界相比啊 美国是非常幸福的啊 然后看到一个特别介绍 俄国这个瓦格拉啊 就重回来 听说是他以前那个副手什么的 有一个半导电台啊 把它的所有集团 大概有六七八个啊 都是这种私人的用兵啊 美国只有个好像blackwater 还是什么的 他这些人对我不要 当跟政府有点关啊 你政府不允许你怎么能呢 每一个人那个标章都是很奇特 里面也有极右 非常这个民族主义啊 各种各样的啊 这种集团 你想想看 你没有事去跑去打了枪 准备去 目的就是要杀人 怎么样 那军人 国家的给你这个权利 因为你要保家卫国 那私人搞这些是干什么呢 这个俄国人也是很奇特的啊 华尔街有个特别的报道啊 说这是那个中国不是在他岛方面有很多浮标吗 被移除 啊 是你这些渔民啊 个子还小的偷偷的进去把它给弄掉的 我觉得是有点夸大啊 我没有读详情 而且我知道说他们好几道 听说他们要准备把那个费民政府 就是最后一道要拆除 因为他就是讲嘛 因为这些浮标 妨碍 妨碍他们的捕鱼 这点话 道德上正高点啊 你中国人搞什么 这样子的 还发现个医药啊 前几 一个礼拜前啊 华尔街日报报道 他这个中文翻译叫 修水先减啊 听说用了两千 我相信可能是中药 还是什么的一种 比方在印度和中国 有一直在用 最近发觉 他对心脏扩大 有意志的效用啊 所以他们就 美国的药检局 他们准许一种药 是包含这种成分 治疗你的心脏 最后很奇特的事情啊 巴西发明 发现了一只狗啊 它就跟狗一样 它的耳朵就像狐狸一样 然后呢 它吃 不喜欢吃狗吃 喜欢吃这个老鼠 然后它 它各种行为都像狐狸一样 结果后来查它基因 就是有狐狸的基因 很多啊 怎么的 凡它有一个办法 就是两个混血 我一直觉得 我们叫狐狸狗 狐狸狗不是好像就是混的吗 可是它说是 第一次发现啊 所以它给它一个很奇特的名字 有个人打个比例啊 假如是这样子 能够成的话 那以前人类跟这个星星啊 Chimpany 混血 搞不好也会 产出下一代 生物界的奥秘 真的是 非常的深奥 好 就这样子 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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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